相应宣政府推动全民运动金虎会率领成员 捐赠了批克球具给花莲市国心里里长余慧君 还有未来管理批克球具的单位 花莲县国心幸福家园发展协会理事长吴朝中 以及各个里坚士共同接受这份爱的礼物 捐赠单位金虎会胡同于国际董事长表示 非常开心能与金虎会各位弟兄姊妹们成员 有此机会捐赠全美最夯的休闲运动批克球球技组 分享给花莲市国心里 相应花莲省政府致力推动全民运动 将现场许正会打造成为设计全民的健身房 运动场的努力及理念 推广到社区培养大家运动习惯养成健康身体 赠送国心里这个器具呢 让我们能够在这里来使用这个批克球 那这个批克球呢是大小朋友都可以一起参与的 那林美也非常乐意的一起跟我们的国心里的里长运会军 一起来推动我们这个批克球的运动 所以里长很积极的争取我们这一次活动的这个经费 林美也会大力的支持 在台湾呢现在也渐渐的崛起 而且这个活这个运动啊是老少咸语 那不管是各乡正式啊 邻里啊 只要有场地都可以打 我想这是一个全民运动非常好的一个活动 那金武会呢 秉持着这个仪惠金的里长的热心 那我们就是赞助一点金费 让他们购买这些器具 还有这些运动器材 可以让我们国心里增加一个活动 好谢谢 因为我们国心里在去年的时候 112年呢 在徐县长大力的支持之下 以及我们徐子方议员的协助之下 有设置了一个新的雨球场 那这座雨球场呢 也可以打批克球 那我们经由我们的批克球协会 理事长 陈理事长 以及总干事的协助呢 我们促成了今天的捐赠仪式 那未来呢 我们这座雨球场呢 除了可以打雨球 可以打批克球 也可以打躲避球 打排球 以及办小型的活动 它是属于一个多功能的一个雨球场 那届时呢 我们我们的协会理事长 国心幸福家园发展协会 吴理事长呢 他也隐诺未来会开班受课 管理单位 华林县国心幸福家园发展协会理事长 吴才中表示 未来本协会也会开课 教选如何打批克球 推广相当棒的运动批克球 届时欢迎爱运动的民众报名 一起学习让大家更健康 记得喜欢华生辈导 我们下注办 看 这